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妖小心将糕点放到榻旁的几岸上 阿念听到动静 回神抱怨道 怎么才回来 我都快要饿死了 说着 阿念翻过身来 冷不妨与小妖视线撞个正着 你 你 你出去 阿念非快转过头 不理小妖 小妖将一块水晶膏用油纸包好 送到阿念嘴边 好阿念 别气了好不好 阿念别过头 我才不嘻哈 想起父王与小妖回来时那一头白发 阿念用被子盖住自己的头 闷闷地出声 你们都把我当小孩 什么都不告诉我 小妖垂下眸子 对不起 阿念 是我的错 阿念继续不理小妖 小妖看着踏上有些凌乱的信件 谋色深了几分 温声道 我过些日子要回神龙山 到时 你可有什么话要我烧给哥哥 我才不稀罕 阿念反应了一会儿 缓缓从被子里探出头来 怎么走得这么急 小妖想起信中哥哥的话 沉默片刻 可能是 哇也想我了吧 小妖嘴角扯起淡淡地笑 老人家吗 总是希望儿孙能陪伴左右的 哦 阿念从被子里挪出来 犹豫了一会儿 有些别扭地接过糕点 落寞地一口口嚼着 明明是他最喜欢的点心 如今吃起来却胃同嚼辣 阿念思索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 那你就跟哥哥说 今年高薪下了好大一场雪 可冷了 让哥哥也注意身体 不要太操劳 然后 我现在一切都好 阿念停下来 过了半晌 姐姐 嗯 我 我好像 有点想她了 我 我好像 有点想她了 小妖眉眼染上哀伤 轻身上前 还住阿念 怀里的人 哭得时段时序 小妖轻轻拍着阿念的背 忽然能切身体会到 父王看她情难自控时的心境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阿念绝望地闭上眼 怎么办啊 姐姐 你教教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小妖 谋底会暗 一言不发 连自己都救不了 何来救人 阿念断断续续哭到很晚 小妖就一直陪到很晚 直到阿念哭累了 慢慢睡去 小妖轻轻给阿念盖好被子 哥哥 阿念梦中仍轻轻换着哥哥 小妖坐在踏边守着阿念 直到阿念呼吸渐沉 才默默起身 出了寒张殿 殿外 月亮刚刚露出头 小妖仰头看着 心里慢起不可名状的孤独 好想找个人倾诉啊 小妖夺着步子 行至清灰殿前 今日是元旦佳节 父王正宴请众轻 众人脸上都挂着喜悦 殿内背盘交错 兵主敬欢 小妖顿住脚步 不想去凑这个热闹 转而朝宫门走去 殿内 郑用燕的高新王四有所感 视线扫过殿外 抬手换来侍从 方才大王姬可来过 侍从恭敬地点点头 回禀道 大王姬四是要出宫 可需派人保护 高新王沉阴片刻 让青岩 遇事暗中保护王姬安全 至于其他的事 高新王默了默 不要插手 是 是从领命退下 夜幕降临 街上灯火通明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卖一搭场子的 每每表演到精彩处 人群中就时不时爆发出 激动的喝彩声 小妖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东看看西瞧瞧 倒也自得其乐 记得上次见这么热闹 还是和防风被一起时 小妖有些出神 算了下时间 现在哥哥大概已经收到回信 不日防风被生死的消息 就会传遍中原 到时 他就再也不复存在了 小姑奶奶 你别闹了 小妖脚步骤然间停住 原本晦暗的谋中 瞬间有流光闪过 飞快地转过身 让你一直磨叽 要是一会儿错过了烟火秀 我跟你没完 穿着鹅黄色衣衫的女子 一手插着腰 一手提着盏很是漂亮的兔子灯 正略带脑溢地 用灯笼杆戳着方才出生的男子 时明时暗的灯光 映在女子眼中 嘴上不依不饶 毛子里却泛着隐隐的笑意 男子貌似自然地 接过女子手上的武器兔子灯 还请大小姐明察 明明差着一个时辰 就算现在睡一觉都来得及好吧 女子闻言 策谋回忆了片刻 有些心虚地摸摸鼻子 又不认输地回腔道 您的记性可真好 男子笑笑 多谢夸奖 又做事摸了摸并不存在的胡须 装出派为人师长的模样 以后 有事尽可向我请教 嘿 女子揪住男子的衣领 将其拉到身前 一字一顿咬牙切齿道 做人要懂得是 可 而 直 二人就这样调笑打闹了一路 小妖在他们身后 沉默看了很久 姑娘可想要展兔子灯 小妖回神 转眼看到一位书生打扮的青年 手里提着展眼熟的兔子灯 柔和地看着小妖 想必是注意到了方才那一幕 小妖打亮着她的铺子 里面放满了兔子灯 想来今日生意着实不错 小妖目光从兔子灯一到青年脸上 摇摇头 不闭了 我不太需要 而后朝青年微微点头 快速转身离开 哎 姑娘 青年凝视着小妖的背影 轻叹了口气 元旦灯会不仅人多 点心铺子也多 小妖化悲愤为食欲 每个店都尝上一点 只一炷香的功夫 竟也吃了个半饱 想着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小妖四处张望着 呼得眼神顿住 眼见一久铺横梁挂着的竹片上 赫然刻着僧落酒三个大字 小妖眯了眯眼 确认没错 立即横穿过拥挤的人流 静止走进店里 客观里边请 小二披着汗精 殷勤地朝小妖招待道 陆星星惊魂锻造的镜子 你都会